這件事情是像王玉銘說的 修法呀 你們呢 民進黨不要反對這個 修死刑啊 就可以解決 杜絕保姆虐殺嬰 小朋友的案件了嗎 首先我先補充一個資訊 大家先都知道王玉銘是 國民黨的不分區立委 他也是國民黨選出來的 衛生環境委員會的招委 那麼我給大家看一個最新的 這個開會通知 王玉銘是因為是招委 下個禮拜又輪到他 所以他3月18號 也就是星期一他就要立刻召開這個 我來念一下 邀請衛福部教育部法務部內政部 就社會安全網推動情況及促進做專題報告 我先告訴大家 剛剛3Q這麼氣 甚至於罵到的那個人是誰 王玉銘 王玉銘他就是衛福部 衛環委員會的招委 但是他除了是招委 他現在更是其中非常一個重要的關鍵 就是兒福聯盟的董事 結果他身為董事 他現在開這樣一個會 他一點都不必閒耶 他一點都沒有覺得說 他現在開這個東西 他這個招委 那他是要為兒福聯盟在這現在的不作為來脫罪嗎 因為他叫的是衛福部啦 是 這些啦 他怎麼沒有叫這個台北市的蔣萬安來 叫新北市的侯友宜來 叫你們兒福聯盟的人來 我覺得這個過程當中喔 剛剛其實剛剛開完行政院院會 陳建仁院長也特別呢 對外表示說 面對這樣的一個悲劇 中央地方都有責任 因為根據兒童及少年福利及權益保障法 唸的特別慢 讓大家可以去找 裡面就有特別規定了 有關於保障兒童跟青少年的福利的部分 中央跟地方是有權責之分的 中央其實負責制定法規 以及預算的撥補跟給予 而地方政府 也就是地方第一線的行政首長 就是負責這些的主管機關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剛剛前面黃珊珊特別提到了 台北市政府是主管機關 新北市政府也是主管機關 因為他們負責第一線的質詢 所以我要強調的是 從這件事情發生到現在 民進黨的態度很簡單 就是一個年少的生命 一個幼兒一歲多的生命就這樣逝去了 在我們現在每個孩子都是寶的情況底下 我們是真的很難過 我們也希望找出問題的關鍵在哪裡 可是如果像國民黨這樣 第一時間 蔣萬安審寫說 我公卿不要變士族 然後朱立倫帶頭出來就要開記者會 然後把矛頭對準 民進黨對準 衛福部 好像就是 先畫先贏 然後 想比較大聲 想到贏 這樣的一個過程 包括你知道嗎 今天下午 王洪威還要出來開一個記者會 他說 衛福部 站出來 然後叫 然後叫 oh my god 這個 這兒福利盟你給我站出來吧 薛瑞元你給我出來面對 那 我覺得是這樣 好可惡 薛瑞元如果要面對 我跟你講 王洪威你是台北市選出來的立法委員 你也曾經高票讓你當選議員 之後你落跑有沒有 馬上又來貼蔣萬安選上市長的這個位子 你選上了 但是好歹這件事情就發生在台北市 你曾經有市議員的經驗 你想想看 陳炳甫 鍾佩君 為什麼會出來講 因為他們真的明顯知道 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可是你現在掠過 蔣萬安掠過台北市政府 你要薛瑞負責 我真的很不想講 如果說這不是政治操作 王玉銘 王洪威 兩位我的立法院的同仁 這不是政治操作 什麼是政治操作 因為在現在的當口跟當下 其實要講的是說 到底保姆發生了什麼事情 社工是不是 是資源當中不平均 兒福聯盟你做一個NGO 接受大家的捐款委託 大家其實是希望你在 做一個中間的轉介者 好好的把兒童 保姆 以及社工 以及家長 這個四個面向 都能夠健全起來 結果現在出事情了 兒福聯盟裡面的董事 自己要公親 這個應該是市主 要來做公親 對 要來檢討別人 但是你自己的兒福聯盟 現在是什麼狀況 你不跟別人講 你先喊先贏 國民黨的台北市議員 變成台北市立法委員的 你不先好好的去追究 台北市政府發生什麼事情 台北市社會局在第一時間 到底隱瞞了什麼事 為什麼拖到現在 家屬出來 然後你現在要的是直接說 我叫衛福部下台 太誇張了 聽起來其實讓我覺得很感傷的部分是說 如果現在還流於一個政治操作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不會有真相 那你就把它倒向了政治口水 你想用政治口水來掩蓋 蔣萬安或者是侯友宜的不作為嗎 他們要讓凱凱白死嗎 還是說恩恩案再來一次 只是這一次恩恩不在新北 恩恩是一個新北市人 但是在台北市沒有受到一個公平的對待 一個好的對待 所以他上升了 所以這就是國民黨你的操作方式嗎 太誇張 因為這個惡劣的壞保姆 他明明應該是受台北市政府社會局監管的 然後你叫薛倫下台 你怎麼不去問一下你們社會局 怎麼沒有監管這個保姆 照是你發的耶 搞什麼東西啊 好意思 就是怎麼會這麼殘忍的 在凱凱往生之後 還要用這種態度來讓凱凱往死呢 就是讓人覺得 天啊我都不知道國民黨的無恥 可以到怎樣子的下限 剛剛3Q有提到 就是說譬如說家福 市展會 伊甸 創市等等 他們的年收入跟支出比例大概是九成 都是九成以上 創市是77% 也相對兒福聯盟是高的啦 陽光基金會好可憐 支出比例114% 也就是說他們的支出比例越高 顯示說他們其實收入沒有辦法這麼的多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豐厚啦 然後所以呢 你這個兒福聯盟看起來 你支出比例只有一半 你收了錢可是只有一半的錢拿去做事情 就是其他的這些組織裡面會不會覺得 不是啊我是真的有在認真做事啊結果你收那麼多錢 你還虐死了一個小朋友 看了 天啊我心痛 這有點讓大家的愛心冷掉 其實大家對於孩童對於弱勢團體 台灣人很有愛心的那個捐款是非常慷慨 可是當大家發現一件事 我慷慨的捐款 接受捐款的統籌分配的人員 居然很荡森 很call 不給第一線的人員 而把自己養得肥肥的 那這像話嗎 這個叫做愛心嗎 這叫浪費愛心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人這麼生氣就是這樣 那麼我在講 我要講到王玉 因為王玉銘在國民黨裡面 其實他算是溫和的 我幾次開會跟他都過過招 他算溫和的不太會謾罵 可是這一次我對他相當有意見 你兒福事情出了狀況之後 你說要判死刑 這就像什麼你知道嗎 我們帶兵打仗 打了敗仗回來以後 報告部長就跟你說要買核武嘛 你就不買核武 對不對 所以我才被欺負 不可以這樣 不可以這樣 要如何判 不是你決定 你不是法官 但是你卻可以杜絕這一場問題 這一次凱開的事件 我覺得痛心跟可怕的是 這是制度出了嚴重的問題 剛才實際說 為什麼不給他原來的保母帶 那兒福聯盟是說 因為他原來保母可能沒有合格證照 所以我不給他帶 好 那按照你的制度走 給了合格證照的保母 最後把孩子給搞走了 搞得這樣的淒慘 請問凱開的家人 他有不照制度嗎 他有不按照你的規定嗎 他有跟體制對抗嗎 他沒有啊 完全遵從你的規定 完全遵從你的制度 最後我的孩子就走了 而且走了以後 大家在推 我說這次出來 馬上就推 主旅人就說你看 這是在監督在野黨嗎 你有沒有搞錯 新北市是你執政 台北市是你執政 對啊 什麼叫監督在野黨啊 你是沒有贏到總統 就輸掉全世界嗎 你不是說你是國會最大黨 對啊 現在等到要你負責二 你就說我是在野黨 這種人還真機靈 你還真厲害 你又跳過來 你又跳過去了 台北市跟新北市 是你們執政好不好 這就好比 我一直很不想用這個來做比方 但是我忍了兩天 我覺得一定要做比方 我以前是裝甲五四兩旅的旅長 洪仲秋是我們旅上的弟兄 後來送到269旅去關緊閉 最後在269旅的緊閉室 被大家給搞得往生了 你知道這是誰的責任 兩個旅長都下台 269旅跟五四兩旅全部下台 這就跟新北市跟台北市一樣 你新北市的孩子送到台北市去照顧 最後在台北市往生了 然後台北市說 我們不要政治口水 這個我們走程序 新北市長更厲害根本不見了 根本不見了 這就表示在幹什麼 踢皮球 這叫踢皮球 按照當時對於軍人的處理方法 這兩個市長都有問題 這兩個市的社會局都有問題 如果這兩個市長跟社會局都可以推 那你還給當時五四兩旅跟269旅旅長公道 這兩個將官就這樣拔掉退伍了 那跟他什麼事 他說我只是幫他管洪仲秋 他說我只是送到緊閉室啊 那誰知道會這樣 沒有推的啦 我告訴大家 新北跟台北你推不掉的啦 對啊 我沒有看到 你說中央 中央政策上要檢討 中央政策執行要檢討 可是中央沒有在推啊 中央要支一個社會安全網 可是你們地方卻把那個網子撿破洞 你們沒有沒有按照那個網去去執行啊 完全正確 我的政策制定出來 我不敢說政策百分之百沒問題 有問題我們修正 我沒有看到WAVE服務說跟我無關啊 都是台北市的事 跟我無關啊 新北市的事 沒有 什麼問題反饋給我 我們來修正 我們來找 我們來找問題解決 而雙北在做什麼 正在用力的推 連自家的議員都出來批評了 你自家議員出來批評 你去看看自家議員批評下面的人 是在罵他還是在挺他 都說罵得好 都說罵得好 所有上來挺你自家議員的 自家議員的粉絲都是綠的嗎 都是側翼嗎 那是良心好不好 沒有藍綠的問題 良心而已啊 一個孩子走了 趕快找出問題來解決 我再次強調 這個孩子的家人凱凱 他是按照 新北 雙北 你們所律定的制度 否則他的孩子 為什麼不在原來的保姆那邊坐 本來就應該周姓保姆 對 就是按照你講的制度 最後音樂你的制度 讓他走了 你痛不痛啊 你的心黑不黑啊 還在推 所以我才說 大家不要推 選舉已經過去了 趕快把問題找到 趕快把制度修正 而制度能夠修正的 就是基層執行者的反饋 社工不是志工 我再強調 社工不是志工 志工是純粹發乎愛心 不理分文 社工是工作 那工作要專業 你社工上有問題 你有沒有上級 反應啊 我處理不來啊 我反應 最後你上級 有沒有接受到社工的反應 你有沒有處理 沒有處理 這一干人等 都是制度害走 凱凱的元凶 你知道我是社會系的 然後呢 我們有社工系 然後念社工系的人 其實他們都 我真心覺得 他們真的都超有愛心啦 就他們會去監獄裡面 做這些輔導 然後他們會去醫院裡面 做一些服務 那因為我個人比較 沒有愛心 我才念的是理論 社會系 然後 對於社工 他們是一個專業的項目 而且他們在畢業之後 然後投身到社工的行列 我真的是 忠心的佩服 然後結果你現在 你看看俄福聯盟 哇 還有那些警察 把所有的責任 都丟到基層的社工 像話嗎 可以這個樣子搞嗎